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的這堂課程呢 是有關現代人如何去面對壓力 如何在壓力生活當中 找到最有利益自己的生活方式的 這樣的一堂課 叫做壓力健康管理 那麼每一個人都知道 現在的生活真是越來越好 許多的人都有條件 時常到外面去加一倉 然後到酒店裡面去訂一個 所謂的這個大倉 可是我們發現呢 當人們生活好像越來越好的時候 似乎呢 許多人的身體卻變得越來越糟了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令到現代人 在改善了生活條件之後 卻沒有辦法贏得更好的生活品質呢 實際上呢 許多人只是賺到了錢 但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 失去了對他來講最寶貴的東西 比如說 有些人呢 由於長期的忙碌 加班加點 那麼可能呢 變得沒有時間可以很好的陪伴家人 沒有時間很好的去照顧自己的心情 也沒有時間很好的去緩解自己 在一整天裡面所積累下來的壓力 本來呢 如果你可以跟你的孩子好好的鬧一個晚上 其實你一整天的壓力也就施放得差不多了 本來呢 如果你能夠牽著你太太的小手 在公園裡面好好地灌一灌 用你寒情默默的眼神 盯著她美麗的面堂 我相信呢 你的壓力也會施放很多 可是現代人呢 可能已經瞞到沒有時間 好好的去看一看太太長的什麼樣子 也沒有時間呢 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自己的孩子 那個非常可愛的效果 甚至呢也沒有時間去陪伴父母親 一起度過一個美好的週末 所以嚴格來講 我們真的好像是增加了收入 但是呢 既然生活品質變得越來越差 由於壓力的存在呢 會使得許多人沒有心情很好 享受美好的生活 可能看不到雲霞滿天 也看不到這個 夜來星星的這個天空 可能也看不到花在開放 我想許許多多的人我真的不明白 如果這是你努力想要的結果 那麼我真的覺得成功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成功是以毀壞你的美好的生活為代價 如果成功是以你的身體 越來越糟糕為代價 如果成功是令到你連跟太太好好相處的時光都沒有 令到你跟家人很好的 以及享受天倫之樂的美好的感覺都沒有 那我就想 這個究竟是我們要的成功 還是實際上破壞了我們想要的生活 所以 在講解壓力這堂課之前 我都很想把這樣的一個思想 來跟所有一起在努力的朋友們去溝通 如果你失去你的家庭 如果你失去你的健康 卻不是你可以在未來找得回來的 所以你還沒得到的東西 你還可以去爭取 但是如果你失去的東西呢 你卻很難再把它找回來 所以 無處不在的這些壓力 究竟如何該去面對 如何來解決 這是一堂很有趣的課 如果學會了如何面對壓力 甚至懂得把壓力變成一種動力 甚至把壓力變成一個對我們有利的因素 那我想 對許多人來講 都可以讓生活變得更加美好 沒錯 在現在來講呢 每個人生活其實 都不再缺這個最基本的東西 衣食住行 對大家來說是如何去提高生活品質的問題 都市的人呢 時常是生活越來越好 但是身體變得越來越糟 其中壓力所造成的影響 就是一個最大的因素 在過去我所接觸的很多的白領人士 職業人士 我發覺他們有很多健康問題 有的是高血壓 有的是糖尿病 有的是冠心病 有的是癌症 這些很多不同的疾病的發生 我發覺在那個疾病的背後 都有一個關鍵的因素 就是壓力 我時常跟這些人交流的時候都發覺 他們時常表現出那種很緊張的狀態 似乎每一種疾病背後 都有著這樣的一種狀態 比如說 我接觸的癌症病人 算一算大概有三千多例這樣的癌症病 我發覺他們共同的這種特徵就是 在跟他們交流的時候 會看到他們面部的表情很緊張 然後時常很嚴肅 很少有什麼笑聲 不能夠讓自己身體施放開 很輕鬆的來跟我們表達 所以我就覺得 能夠把壓力的這樣的一個 把壓力做一個很好的管理 對我們是很有意義的 現代的人 為什麼會有壓力呢 實際上很大的因素呢 是我們過度推崇這個 所謂的成功 所謂的成就 有許許許多多的人壓力 其實完全來自於面子 而不是他真的有很大的壓力 據我所知 我們國家這些年進步得非常快 社會發展 經濟不斷的發展 嚴格來講 很少人會窮到說 要為了吃 然後窗 然後有很大的生活壓力 很少 我們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很多 可是為什麼 還會有這麼多的壓力呢 其實很重要的因素是 在這個社會 共同宣安的一個成功的標準 許多人認為 在企業裡面 能夠升到一定的職位 才能代表自己是成功的 許多人認為 能夠創業 成為一個企業的老闆 才能代表自己是成功的 打個比方 我看到很多小孩子 他們在這個沙堆上爬上爬下 我想他們不會覺得有什麼面子問題 我想他們不會覺得很難看 他們玩得很高興 可是如果一個大人不小心摔到沙堆裡 或者要讓他去挖那個沙子 他肯定會覺得很沒有面子 他會覺得生活過得很慘 所以實際上 最大的壓力是來自於 我們生活態度 我記得 我小時候呢 是一個非常貪玩的人 每一次上學的時候 坐在那裡 老師一邊講課 我就一邊在底下 做自己的小動作 看一些課外的書 非常高興 那個時候 沒有想過將來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沒有想過要出人頭地 沒有想過要得到很多的掌聲 也沒有想過今天要站到這個台上來演講 對我來講 我覺得生活在當下的那種感覺很好 在當時不知道 隨著我們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想你們和我一樣 都被息息多多的人 刺傷了很多的使命 對 這種使命令到你覺得 你非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才可以 你非要上大學不可以 你非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不可以 你非要在一個單位裡面 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不可以 其實成為什麼樣的人都可以過得很好 但是當我們不能夠正確地看待生活當中 真正的最有價值的東西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往往去追求了很多 其實對我們來講 並不是很需要的東西 在那個過程當中 可能你逐漸地感覺到 有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實際上呢 我相信有許多的人 在賺到了錢 在獲得了好的工作 在獲得了一個很好的 這個企業發展的過程當中 也逐漸逐漸地失去了生活當中 可能最重要的東西 最寶貴的東西 在我來講我覺得 一個人什麼叫做幸福 如果經常能夠有機會 陪伴著家人 經常能夠有機會 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 經常能夠有機會 坐在那個房間裡面 聽聽音樂 享受一下美好的時光 其實活得都已經很幸福了 可是我相信 隨著這樣的一個社會發展 很多的人可能漸漸地 根本都沒有時間 可以抬頭看看天空 根本都沒有時間 可以好好地去關注一下自己的生活 滿路的生活 佔據了我們大多的時間 所以今天才有必要 坐下來好好的整理一下 在我講這個課程之前 真的是很想跟大家做一個交流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 其實不需要靠努力和爭取就可以得到 只需要靠珍惜 珍惜自己的家人 珍惜自己的健康 珍惜一個良好的心情 珍惜一個很好的友誼 其實我想每一個人都知道 這是人生最有價值的東西 我相信每個人努力都希望自己有一天 所得到的生活就是這樣的生活 其實坦白講這個生活就在我們手上 可惜似乎社會發展到今天 有很多的誘惑 逼使我們覺得要去做很大的事情 才可以代表自己活著的價值 可能這個就是壓力吧 許多人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沒有時間 他們說都很滿路 我想再滿的一個人呢 都沒有一個國家總統嘛 都沒有一個國家主席嘛 可是我看到很多的國家總統和主席 他們都已經活到了將近70歲 還在做總統 我想再滿的人都沒有比他們滿我 可是我經常從這些世界上 非常有長就的人的臉上 看到那種很輕鬆的很自衛的神態 我看到他們經常還去打高爾夫球 他們經常還到野外去打獵 然後經常能夠保持自己獨立的生活 游泳啊各種各樣的生活關係 我發現不管在滿路的人 如果他懂得照顧好自己 他一定能夠讓自己工作得更有效力 然後呢當自己工作更有效力的時候 他也會感覺到其實會絕約更多的時間 所以在面對壓力的這樣一個話題裡面 我們想要解決的不僅僅是教會所有的人 如何去識別和釋放壓力 更重要的是我們也希望讓所有的人學會 避免不必要的壓力 成功並不是你擁有什麼 而是你缺少什麼 你擁有的東西 不管有多少都不會給你帶來幸福 可是你失去的東西一定會給你帶來遺憾 當你擁有了一個很好的事業 可是你失去了你的胃 或者你失去了你的肝 或者你斷了一隻手 你失去的東西實際上是沒有辦法替代的 你擁有的東西實際上並不能夠給你帶來幸福 人生每個人都在努力爭取 我不反對 我覺得我每一個人都應該讓生活過得更好 如果你可以讓自己更有殘舊 如果你可以擁有更大的機會 如果你可以為社會做更多的貢獻 這都是好事業 但是不管你想爭取過的事 請你珍惜你已經擁有的東西 請你珍惜你現在最寶貴的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一旦失去 是無法重新得到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參加了一個葬禮 我的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他的父親在五十幾歲就去世了 當我跟他一起去參加這個葬禮的時候 我感受到的不是悲傷 我感受到的就是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在青人海活著的時候 多給他們一些快樂 多給一些時間陪伴他們 其實總有一天 可能誰都會離開這個世界 但是最重要的是 當我們擁有的時候 我們能夠很好去珍惜 從而去體會到生活的美好 實際上呢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我在兩年前 在成都遇到一位年輕的企業家 他只有三十五歲 擁有的資產已經超過一個億 做這個醫藥方面的產品 他得了大腸癌 在這個請求醫療班族的時候呢 他開始透過某些祈禱 醫道路 後來呢 聽從我的建議 進行了一系列的這個 健康環境的調整 包括每一天要出去上步走路 包括這個 每天曬太陽的時間 增加一個小時 包括給他做一些 適當的按摩放鬆 包括把他的隱私結構做一個調整 之後呢 他的身體恢復得非常快 連醫院都無法相信 結果呢 幫他調好之後呢 所得到的結果 不是令到他從此以後 懂得去好好的愛惜自己 相反 等他身體剛剛好轉一些 他很快的又要投入他的工作 馬上開始召開他的經銷商會議 馬上開始沒日沒夜的 又回到他過去的生活 在我不在他身邊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再好好的去管理自己 只有在疾病的時候 他才學會去珍惜自己 在他健康的時候 他不懂得珍惜 只有到疾病的時候 到已經難以挽回的時候 到已經需要發很大的代價 才能夠控制一點點的時候 許多人要到這種時候 才願意去對自己好一點 我覺得 真的 何苦來的 何苦要讓自己有一天 面對這樣的狀況 然後清歡失措 讓全家人 待在你的便船邊上 痛哭流屁 歡歡讚讚 為什麼 不在我們擁有的時候 去好好珍惜 所以 說真的 人生 最重要的不是得到什麼 最重要的是 不要留下一生的遺憾 我相信 各位都能夠體會到 你多得到一樣東西 你們家多一個彩電 多一個冰箱 多一套房子 多一輛車子 你的幸福指數是不會增加多少 但是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家人 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健康 如果你失去了你美好的心情 如果你身體少了一個什麼樣的零件 我相信 你所造成的痛哭 是任何東西都無法替代 所以實際上 真的 在我們盲目的向前 向前 奴隸的去拼 去爭 去搶的過程 我真的希望 所有我身邊的朋友能夠明白 你得到的更多的東西 不會令到你更幸福 而你失去的東西 就會讓你終生遺憾 所以重點 是真的學會珍惜我們所擁有的東西 其實當我們學會珍惜 而不是在那裡拼和搶的時候 我們已經就沒有壓力 當我們學會珍惜 一個人臉上露出珍惜的表情 感恩的表情 他就會露出幸福的效果 當一個人臉上露出貪婪的 搶奪的 拼的 這樣的一種狀態的時候 無論怎麼樣他都會面臨一種壓力 對 對嗎 對 所以你沒有的 你還可以去爭取到 在我們未來的人生當中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學習 只要你成長 其實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因為我們這個國家 一直不斷的在進步 我時常跟我的朋友講 其實就算你現在不是非常努力 你將來也可以過上比較幸福的生活 因為這個國家的GDP 每一年都在成長 我們會生活的越來越好 可是呢 如果你的生活真的越來越好的時候 你偏偏生病了 你偏偏每天腰酸背痛 你偏偏每一天要為了某一個指標 在那裡吃藥控制 我相信 就算生活條件好起來 你還是會活得很難受 沒錯 我自己 我很珍惜我的人生 我覺得在我看門 沒有什麼東西比我年輕的時候 所擁有的那種好情 可以去冒險 可以去浪漫的感覺更好 我覺得我寧可暫時不成功 我寧可暫時沒有擁有那麼多的財富 我一定要擁有人生許多的體會 我一定要擁有跟我的家人 跟我的愛人去浪漫 去好好的相互 這個呵護的那份感覺 我覺得 說真的 我百分之百的相信 只要我們都學會善待自己 讓自己臉上露出效力 讓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好 就一定能夠讓自己更加有狀態 也讓自己在工作當中 越來越有效力 我相信這絕對不是矛盾的問題 相反的我認為 如果你把你的健康 如果你把你的心情 拿去交換所謂的成功 就算你得到成功 你一定也無法維繫多久 隨著你的健康下降 隨著你的狀態下降 隨著你展現出來的 這樣的一種精神面貌的不斷的下降 我相信也很難把握 你已經擁有了所謂的成功 每一個人的健康呢 究竟是受什麼樣的因素影響 我相信在座的人來聽我這堂課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不是因為真正關心健康來聽這堂課 大部分的人嚴格來講是因為害怕生病來聽這堂課 害怕生病跟關心健康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因為害怕生病甚至拿一個最差的狀態來做為健康的標準 當身體健康持續地滑坡滑坡滑坡 一直滑到達到某種疾病指標的時候 很多的人才開始害怕 比如說一個人長期的抽菸 每一天抽每一天都會受到傷害 但是如果你去醫院檢查 可能暫時還檢查不出什麼指標不正常 但是很明顯你每天的抽菸一定的是已經造成傷害 可是呢大多數人呢 什麼時候才會重視到抽菸是有害的 一定是有一天去醫院檢查 被檢查出已經有了嚴重的肺部疾病 已經得了肺癌 已經有了某一個被貼上標籤的疾病的時候 他才會感覺到呦呦呦呦呦 這是真的很可怕的事情 在這之前真的都不害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習慣了拿疾病的標準 作為一個健康的標準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實際上健康的標準是以最佳的狀態 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 很好的心情 消化系統非常的通常 排泄系統非常的通常 整個身體機能正常的應轉 這個才是我們的追求 它包括心態的最佳狀態 它包括精神面貌的最佳狀態 它包括整個身體反應的最佳狀態 它包括對付各種不同的壓力 能夠即時的應對 然後又即時的發解的這樣的狀態 而不是指身體已經到了難以立種 達到某個醫學指標的 血壓啦 血糖啦 轉氨酶啦 尿蛋白啦 以這些來衡量自己的健康 實際上那只是特定的某種疾病的一個指標 所以多數的人我認為他們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意他一開始就沒有很好的搞清楚 怎麼樣去看待自己的健康 許多的人一輩子 我相信在座的朋友 你們肯定都很害怕生病 對嗎 但是很多的人害怕生病 但是從來都不害怕傷害自己 熬夜繼續熬夜 喝酒繼續喝酒 垃圾食品繼續的一天一天的往肚子裡面塞 繼續不吃早餐 繼續中餐吃快餐 繼續晚餐吃了一大堆 在身體在晚上最難消化食物的時候吃了一大堆的東西 所以單一個人養成了這樣的一些習慣 養成了傷害自己的習慣 養成了一定會導致疾病的那些壞習慣 然後他再來害怕生病 我經常跟我的朋友講 你啊 創造了所有可以生病的條件 你不生病誰生病啊 說真的 許多的人今天的生活 正在努力創造的各種生病的條件 而且還不斷地在積累下來 那麼究竟什麼角的壓力 假設這是你的骨頭 假設這是你的神經系統 假設這是你的血管 他也同樣在遭受實當的壓力的情況之下 是能夠承受的 可是呢 一旦壓力積累超過某個限度的話呢 各位一定會聽到某個聲音 卡 事實上呢 許多的人呢 都很害怕遭到意外傷害 那種極大的壓力的轉機造成身體的破壞 不過呢 我現在要講的是 在人們生活當中所潛伏的 許許多多潛在的 不知不覺累積起來的 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壓力 這種壓力呢 實際上就是慢性病形成的原因 好 我們來看看 有多少人真正明白 如何去照顧自己 讓自己這一輩子 能夠夜戰夜勇 能夠經歷無數的挑戰 還讓自己保持充沛的體力 我相信每個人都想要這樣的結果對不對 所以呢 可是每個人都想要健康 每個人都害怕生病 可是我所見到大多數的人很有意思 我曾經見到一個朋友 他經常熬夜 然後經常要陪別人喝酒 有時候一次性的 要喝入七八瓶的這個啤酒 他一點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可是在講到疾病的時候 他會說現代人說真的 生活越來越好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健康 因為他覺得 臨時發生了這一點一滴的問題 看來不是大問題 可是他不知道 這些一點一滴的傷害 最終會累積造成身體徹底的破壞 許多人一邊抽菸 一邊在說 我知道抽菸不好 但是他為什麼會繼續抽菸 因為抽菸的不好是暫時的 抽菸的不好 不是馬上可以表現出來的 直到某一天發現有肺癌 發現有嚴重的肺部疾病 他可能才意識到 抽菸是真的不好 我經常提倡 如果我們能夠讓所有喜歡抽菸的人 能夠經常去參觀一下 醫院裡面肺部這個疾病的莊科 去參觀一下 看看那些人得了癌症是什麼樣的下場 看一看那些人去做手術回來之後 嗷嗷亂叫的感覺 我相信這些人看過幾次之後 應該很快就會戒菸 可是為什麼平時叫他戒菸很難呢 因為慢性疾病最大的特點就是 平時顯現不出明顯的症狀 在人體健康方面呢 受到多個方面的影響 第一大類別呢 就是你身體的養分不均衡所造成的 打個比方 我站在這個台上演講 當我做動作 當我在講話 當我在流汗 當我在思考的時候 我總是消耗了身體部分的養分 對不對 對 OK 但是究竟消耗了什麼養分呢 如果我們不是很清楚身體的 流失的養分 那麼有可能 我們在等一下吃東西的時候 有可能吃到的不是身體需要的 你看 我看到很多的家庭 有七十歲的老奶奶 跟這個五六十歲的人 跟這個二三十歲的人 跟十來歲的小孩子 寄在一起聚餐 那個老奶奶每天沒做什麼事情 就坐在那個陽台上曬太陽 那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 每天拼命的工作 那個十來歲的小孩 每一天在那裡盡情的玩耍 可是到了晚上 他們坐在一起吃飯 吃同樣的東西 很顯然 他們的支出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們吃的東西 往往按照一個定倉來攝取 實際上 剛開始你不會察覺 這有多大的問題 但是日機業人 你就會發現 所造成的影響 在我們生活的環境當中 有一種病 被稱作叫做職業病 比如說一些教師 他們每天都要在那裡演講 對他們來講 他所承受的壓力 跟普通人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他的這個咽喉 他的嗓子 使用的頻率 比正常人多得多 他們時常要大聲說話 時常要聯繫說一天兩天 甚至這個一輩子都在說 可是呢 我看到很多的教師呢 他們吃的東西呢 且跟平常的人呢 還是一樣的東西 他沒有為他的傘子 為他的這個咽喉 為他的聲帶做特別的一些營養補充 於是呢 經過一段時間 你們就會發現很多的老師 都得了聲帶小結 他的咽喉出了問題 慢性咽咽 然後他說他得了職業病 實際上這樣的職業 是不應該就要得職業病的 只需要做適當的飲食調整 就知道怎麼樣去應對這個職業 所帶來的壓力 當我們能夠增加保護聲帶 保護咽喉的食物和營養的時候 事實上你可以像我一樣 講一輩子都還是聲音紅亮 都還是聲帶非常的好 可以哈哈大笑 可以掺索一眼 在這個銀行裡面 有另外一批職員 這些職員呢 每一天都要趴在電腦桌面前 然後對著電腦在那裡打字 通常銀行的這些女職員呢 都會得三類的這種職業病 第一個呢 就是他們呢 長期的坐在那裡不動 所以呢 他的肌柱腰椎就容易受損傷 第二個呢 他長期的盯著電腦屏幕 當然我們說電腦對人體的傷害 其實是極為有限的 不過如果你有一種職業是每一天 每一分鐘都要盯著電腦 那麼這個傷害可就不簡單了 各位知道水滴都能夠石穿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以水滴這樣的 輕這樣的傷害這麼低的 這麼淺的一個傷害 都能夠把石頭擊穿 那麼對你來講 長期的盯著電腦屏幕 所造成的傷害 比起水滴石穿 那就更厲害的多得多了 所以很多的這個 在電腦面前工作的這些資源 包括銀行裡面啦 證券公司的啦 廣告公司的啦 電腦公司的啦 很多的女性職業 我看到他們身上有幾類的問題 剛才講的肌柱頸椎方面的問題 其次呢 就有很多人有嚴重的皮膚問題 因為呢 長期的盯著電腦屏幕 會造成大腦缺氧 因為盯著電腦的人 通常他的呼吸 都沒有辦法進行均勻的交換 他眼睛盯著 鼻子呢 就沒有什麼呼吸了 於是呢 很快出現缺氧 所以我看到很多這樣的女孩子 滿臉都是痘 其實呢 長滿臉的青春痘的真正的原因 就是因為皮膚缺氧所引起 另外呢 長期的盯著電腦屏幕 會造成黏膜系統 受到很大的傷害 所以很多的女孩子呢 在電腦面前工作久了以後 他經常會感覺到 這個泌尿系統會出現問題 除了造成黏膜組織的傷害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 他們時常一做做了很久 沒有起來活動 沒有很好的讓身體 進行這樣適當的這個血液循環 好 那麼 剛才講的第一個呢 就是不同的職業 不同的生活班式 不同的工作 其實會造成每一個人 所需要的營養不同 可是大多數人都不知道 如何去為自己 特別的這種生活方式 提供相應的養分 來緩解這種工作 所帶來的壓力 那麼第二個 影響人體健康的要素呢 就是人體所造成的毒素積累 這種積累給身體帶來另外一個方面的壓力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天都需要刷牙對嗎 對 每天都要刷牙是指什麼呢 就是指每天吃乾淨的食物 善且會造成整個口腔的某種損傷 所以需要透過刷牙來減輕口腔上的一些負擔 可是呢 你吃進去的食物呢 長年累月的累積下來 這些毒素也會在身體的殘道裡面 甚至血液當中逐漸累積 既然會在你的口腔累積 當然也會在你身體的內部累積 對嗎 可是既然你每天都懂得要刷牙 你有沒有想過每一天 如何把你殘道的毒素排出去 如何把你進入血當中的毒素排出去呢 我相信很多人聽了以後會想 喔 是喔 可是大多數人也不知道該怎麼去做 等於我呢 在這個我們的系列講座當中 會講到如何應用排毒的技術 來緩解身體所造成的毒素幾類 那麼第三大類呢 造成人體損傷的第三大類因素呢 就叫做損耗 在座的都知道 每個人每一天都需要去睡覺對不對 我們能不能夠完全的明白睡覺的意思究竟是什麼 實際上呢 睡眠並不是為了躺在那裡 失去知覺好像就這樣的躺著 實際上睡眠的目的呢 各位都知道 是為了幫助你把一整天的損耗 能夠透過睡眠的這段時間來進行修復 可是我也發現有很多人呢 他們睡了一個晚上 到第二天起床 欸 好像還是沒有精神 為什麼呢 因為在你睡覺的過程當中 你身體要修補你受損的部分 除了要有足夠的時間來修補之外 還需要有一定的材料才能夠來修 因為你身體的損傷需要有相應的材料來修補 這些材料就來自於事物中的營養 可是呢 多數的人呢 他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要吃的東西 是跟自己身體細胞所需要的材料有關的 很多人吃東西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獲得可能一個很好的口味 或者呢想把肚子塞飽 或者呢連這個想法都沒有 很多人吃東西的目的呢 就是說不吃怎麼行 反正呢是要吃的 但是要吃什麼呢 可能完全沒有任何概念 我看現代人很多人吃的中餐就是這個樣子 已經是為了吃而吃 到中午的時候隨便訂一份快餐 不管裡面的內容對自己的身體有什麼幫助 就是這樣麻木地把它吃下去 實際上呢 損耗原本是可以很好的進行修整的 各位你知道在你年輕的時候 當你能夠很好的進行飲食 不管你一天有多累 當你躺在那裡進入睡眠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睡了一個晚上之後 第二天皮膚也變得更亮了 然後呢整個體力也恢復了 然後呢精神狀態變得非常好 說明你的身體 具有能夠幫你全身修補的能力 對嗎 對 可是呢 現代人的大部數呢 第一個睡眠的時間不夠 第二個呢 飲食當中呢不能夠得到均衡完整的養分 使得身體沒有辦法擁有足夠的材料 來修補受損的部分 你的身體消耗了一整天 可能你的肝臟會有些損傷 可能你的皮膚也有些損傷 可能你的肌肉會有些損傷 可能你的血管會有些損傷 如果這些損傷能夠得到即時的修復 我們就不會累積成一個慢性疾病 如果這些損傷能夠很快的修補 那麼再大的疾病問題 只要每天能夠修補一點 每天能夠修補一點 逐漸逐漸的改進 再嚴重的慢性疾病 事實上都有機會 逐漸的恢復健康 遺憾的是我們沒有很好地去掌握 大自然給予我們的這些 天生就具有的自我修復能力 許多的人現在都仰賴藥物 仰賴醫療技術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 醫療技術雖然發達 藥物雖然也不斷地生產出一些新的藥物 但是無論如何 它不能夠替代 你每天所吃的食物 因為這些食物 是創造你全身每一個器官的材料 你的身體應用這些材料 當你從一個孩子變成一個殘忍 展出身體的五臟六腿 每一個器官都來自於食物中的材料 所以許許多多的人 都需要重新的認知一下 如何從你的食物當中 去獲得真正對你有利的營養 來幫助你去對抗各種壓力